一 二 三 曼工出細活 美化國康復 Yeah 台灣美化協會最主要就是說能夠 透過這個掃持到能夠讓環境更美好 然後讓大家的心靈更淨化 所以我想基隆是我們在台灣最頂端的一個城市 我認為這個是相當有激烈的價值 讓大家認識到說曾經在我們這個基隆炒持過 所以我們今天感到非常高興的 就是說市場還有各位的支持才能夠在這個地方 那曼工出細活 美化我港督 那主要因為這次是由曼督在基隆來承辦 那因為曼督我們今天結合100位的這個議檢 然後美化我港督那當然因為在基隆 是我們台灣最漂亮的一個港督 那所以我們選在這地方 所以就叫曼工出細活到漂亮的美化我港督 台灣美化協會成立21年了 我們熊獅集團包括我參與已經超過20年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 我們藉由清掃街道 清掃廁所 清掃社區 清掃公園 包括企業內我們的內化 清掃我們所有的辦公的環境 可以洗提心靈 讓員工的向心力更強 我來自全聯福利中心 那麼支持美化協會已經有10年了 那麼我們不僅在社區做服務的工作 我想在對基隆的市隆環境 我們帶著所有的基隆的所有的分店的團隊 來做一個我愛環境 讓美化基隆的市隆 這個是我們除了在販售服務業 然後我們也幫基隆的市民創造美好的生活 這是基隆首次大規模號召企業 社團民眾 共襄盛舉的清掃環境活動 基隆市長謝國良 副市長邱佩玲相當重視 同時出席並表達肯定與感謝 這次也邀請日本美化協會一起合作 搭配基隆推動的乾淨家園政策 對改善市容環境以及提升民眾的觀念 必定大大加分 許董事長還有曼都的賴董事長 還有很多海內外的朋友 日本來的好朋友都來到基隆 來今天共襄盛舉 來加強我們的環境 那我過去以來也相當注重於環境整潔 所相關的配套政策 那也有一些不錯的成效 但是我們覺得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所以我們會繼續的努力 讓我們的城市更乾淨更舒適 也感謝許董事長今天特別造訪基隆 而且還幫我們做這麼有意義的事情 首先要謝謝美化人生團隊 也要謝謝我所有的好朋友們 一起讓基隆變得更乾淨更美麗 謝謝他們 謝謝 基隆市議員施偉政跟陳怡 也到現場為企業與在地民眾加油打氣 主辦單位也邀請陳怡議員共襄盛舉 體驗曼都國際的減法美化活動 一起從頭美化 市委政議員也相當感謝民間參與 讓基隆更美更乾淨 其實今天以企業 來發起這樣的公益活動 我們感覺非常的好 因為它不只是有意檢 還有兼顧到我們城市美學的乾淨 所以他們特別還發起了這個百人 來做這個清掃 在做街道整理的活動 那對於這個曼都今天能夠 來幫基隆市的大街小巷 除了整理街道還整理人的門面 那真的感到這個至上最高的敬意 那如果每個企業都能夠 對基隆多付出一點的話 我相信我們基隆市未來 會變得很不一樣 現場還有許多基隆社區民眾 來參加這場大型清掃活動 副市長邱佩玲 也向來參加的里長和社區民眾 表達是否的感謝 據了解 美化協會清掃街道 不同於一般的掃街 是以徹底清除的方式 把地面口香糖殘焦 強住面的違法小廣告清除乾淨 同時也會清潔排水溝孔蓋 讓排水順暢 真正落實ESG精神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